纽约市食物保护手册 第一课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的相关条例和检查活动 食物保护手册 第一课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的相关条例和检查活动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有权管理影响本市健康的任何事物 并有权执行所有与本市民众健康有关的职能和活动 健康法规 编写这套法规的目的是让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可以有效保护民众的健康 健康法规的第81条规定与饮食服务企业的经营有关 其目的是防止出现危害公共健康的情况 环境健康处 环境健康处是设在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内部的委员会 负责监督公共健康问题 并致力消除由环境因素引起的人身伤害和疾病 食品安全和社区卫生局 Bureau of Food Safety and Community Sanitation 该局包括若干办公处和分局 例如负责检查饮食服务和加工企业的食品安全和社区卫生局 此类检查工作由公共卫生专家实施 检查时将评估哪些方面 检查饮食服务企业时 公共卫生专家会特别注意 是否有言重为反纽约市健康法规的现象 这些现象包括但不限于 时间和温度控制不妥 冷却食物方式不妥 个人卫生状况不佳 员工染病 赤手接触及时食品 老鼠和有害动物的活动迹象 设备和设施不足 我们很难说出每个饮食服务企业每年要被检查几次 但一般情况下每年都要经历一次或两次常规 周期性检查 周期性检查的频率取决于饮食服务企业业务模式的复杂程度 根据菜单 食物加工的复杂程度和其他公共健康风险因素 每个餐馆都会获得一个风险类别 所有检查都不会提前通知 但为颁发营业许可证而进行的检查除外 此类检查一般在饮食服务企业开张前和颁发营业许可证前进行 周期性常规检查 旨在观察 评估饮食服务企业 并最忠实饮食服务企业经营者 了解食物处理的各个关键点 例如 接收 储存 制备 烹掉 热食保温 冷却 重新加热 服务 是否发出违规通知 取决于引起食物原性疾病的各种因素 如上 我们为各种违规行为 规定了不同的积分 例如 在未热食保温时 如果将食物放在危险温度 即41至140化石度 下 该违规行为的积分为7分 积分随违规行为对公共健康的威胁程度而增加 违规行为 违规行为共分两大类 重大违规行为和一般违规行为 预详细了解检查所采用的评分系统 请点击gnyc.gov的政府相关网站 若引食企业的违规积分累计达到28分 则该企业的得分为不合格 在下列情况下 该服务企业将被关闭 连续三次不合格 未能纠正危害公共健康的因素 无许可证经营 环境不卫生 妨碍干涉卫生检查员检查 违反健康法规的饮食企业 可能会收到行政审理院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发出的违规通知书 notice of violations 还可能要缴纳罚款 纽约市的所有饮食服务企业 都必须遵守纽约市健康法规 纽约州卫生法规和其他适用法律 获取和持有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颁发的最新有效许可证 是饮食服务企业的一项重要责任 饮食服务企业必须在公共区域的行务处 张贴该许可证 没有取得许可证 会导致企业立即被关闭 卫生检查员负责执行本市的健康法规 并开展各类检查 包括 合规检查 最终检查 接到投诉后进行的检查 主管及跟进检查 吸烟情况检查 包括例行检查和根据投诉进行的检查 许可证检查 与水质有关的紧急检查 检查期间 是卫生检查员应有权进入饮食服务企业的所有区域 任何妨碍或干涉检查员执行检查任务的行为 都有可能招致高额罚款或企业被关闭的后果 还有可能两者并罚 甚至被吊销许可证 卫生检查员随身携带徽章和带照片的身份证 饮食服务企业的员工有权要求对方出事 企业还可以致电食品安全和社区卫生局 Bureau of Food Safety and Community Sanitation 核实检查员的雇佣情况 电话号码是212-676-1600-01 检查员无权带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执行任何金钱交易 例如收取许可证费或罚款等 贿赂检查员 向检查员提供小费或报酬 以又使其独职 属于犯罪行为 除了承担刑事责任 还有可能招致饮食服务企业的许可证被吊销等后果 为保护公共健康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局展 可是需要关闭任何饮食服务企业 例如饮食服务企业没有能力或不愿意纠正危害公共健康的因素 例如食物趋有污水 有害动物滋生 使食物保持适当温度的设施不足等 无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 多次违反健康法规 连续三次没有通过检查 妨碍或干涉卫生检查员执行公务 反腐败警告 所有检查员都必须随身携带 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颁发的徽章 和身份证并在对方提出要求时予以出示 贿赂检查员向检查员提供小费或报酬 以诱使其读职是非法行为 这样可招致罚款和吊销许可证的后果 检查员无权带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执行任何金钱交易 总检查展 这个职位隶属于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 其职责是调查被指控的腐败行为 一旦收到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员工或公众提出的投诉 即可开展调查活动 卫生学院 Health Academy 卫生学院 设于环境卫生处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向公众提供健康法规规定的培训和认证课程 例如食物保护课程 Food Protection Course 健康法规规定 饮食服务企业和非零售食物加工企业的主管必须学习等课程 个人只有学习本课程 并通过考试才能获得相关证书 饮食服务企业的经营现场 不论何时都必须由持此类证书的人 负责监督所有食物制备活动 饮食服务企业 必须雇佣若干明持此类证书的人 这样才能保证每个班次都有人负责监督食物制备活动 即使有人外出度假或请病假时也不例外 食物保护手册 Food Protection Manual 旨在帮助课程学习者更好的理解安全食品制备原则 此外 饮食服务企业经营者还可以将该手册用作参考资料 手册中还包括通过最终考试的必要资讯 纽约城市是世界大都市 相关配套法律健全 政府十分重视卫生安全工作 卫生局享有极大的执法权利 检查 停级 卫生极差的餐饮门店 会被勒令关门整顿 业者苦心经营的店铺 必须十分重视卫生管理环节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美国各州法律各有特点 但是管理宗旨及大体上的操作却有很多相同之处 至于外州业者 当您手边没有更适合的学习资料时 先参考它 总比没有学习的更有主动性把握性 对吗